Hello,大家好,我们来看108学测的单选第一题 题目说,A点在圆上,问圆上除了A点以外,还有几个点到直线L的距离,等于A点到直线L的距离 因为题目有给A点的坐标跟圆方程式,还有给直线方程式,所以我们可以做图观察 X平方加Y平方等于1,是圆心坐标00,半径1的单位圆 直线Y等于2S因为没有常数项,所以过圆点00 斜率是2,所以如果直线上点跟点之间向右一单位,便会向上两单位 像这样利用点跟斜率做图,我们叫它点斜式 会比国中找两个点连线的方法还要快很多,这一定要学起来 A点到直线L的距离,我们一定要找跟直线L垂直的最短距离 有些人会疏忽这一点,以为半径就是A点到直线L的距离 这样就会算错了 这个题目可以用两种不同观念去思考 第一种是用圆的对称性 圆是线对称跟点对称的图形 因为直线L过圆点,所以直线L两边的半圆是互相对称的 我们可以在圆上找到A点对称直线L的对称点B 然后画一条与直线L垂直,而且过圆点的直线M 在圆上找到A点对称直线M的对称点C 还有B点对称直线M的对称点D 这样的话除了A点以外呢,还有BCD三点 它们到直线L的距离呢 都跟A点到直线L一样 第二种是利用平行线处处等距 我们在直线L的右侧过A点10 画一条平行直线L的直线 在左侧过-10也画一条平行直线L的直线 因为直线L上每一个点到这两条平行线的距离都会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找这两条平行线跟圆的交点 如果A点不算的话,有三个点 所以第一题的答案是三个